今年多个热带低压和台风朝台湾步步逼近 目前海面上除了关岛附近的葡萄桑 南海上另一个热带低气压也预估将增强为 今年第15号青台苏立 它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是相对我们比较近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天气上的影响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天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出现 双台接力生成 根据气象署路径预测图 葡萄桑正向西北西朝琉球前进 经过东海扑向浙江 另一边的苏立预测将偏西转西北 朝越南北部前进 两个台风没有直接侵台的几率 却让各地进入多雨环境 台湾西半部雨量更有止暴现象 在明天晚上到礼拜五这段时间 是一个过渡期 环境风场主要是偏南风 那对影响上就是南部跟东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现象出现 气象署预估19-20两天 南部和东南部有局部雷震雨 午后中部以北极东半部地区 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 因为低压带和水汽通过影响 天气不稳定 全台各地都有降雨几率 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雷雨发生 因为我们附近都是热带系统 我们北边我们的东边有第14号台风 南边西南边有热带性低气 所以我们还是一个强浪耗发的气域 双台环绕受到低气压影响 除了要留意豪大雨 因为适逢澎湖金门马祖天文大潮期间 要前往海边的游客也要多加留意 三线徐赵梅花台报道